爸爸三首播如愿再登收拾榜首 与其两集追求男女平衡不同 本集大胆采用四男一女的极致性别笔 让唯一的女神跑比夏天 成为了男孩们众心拱约的对象 才刚认识 邹世敏儿子邹明轩就成为了姐姐控 对夏天寸步不离 全程喊着找姐姐 混血美女夏天 因其亮丽的外表乐观开朗的性格 颇受男孩们的欢迎 夏天跟外籍爸爸夏克丽有个亲吻铃铛 铃声响起就要亲吻摇铃的人 会决明娃诺依来到夏天的临时住所 摇起了夏天的亲吻铃铛 夏天也毫不扭捏地亲了上去 诺依不停摇 夏天不停亲 尝命不为温馨与喜感 跟拍摄影师爆料 大家都在幻想 胖轩拿到铃会怎么样 见到帕比亲了诺依以后 夏克丽就再也没有让铃出现过 胡君儿子胡好康 林友金儿子林大军 也默默做着夏天的虎花使者 四片绿叶配红花 夏天争夺战在爸爸三将持续上演 夜市微信物中心上海报道